我是法务部民间施改团体法官 检察官律师平建长 那么对于目前社会的安定等等的 首重在为什么我们民国在40年前 引进英国美国诚信治国 全力告知的你可以选政变幅轮 你可以兼末 你可以调查有利政绩 最重要一条 你不要说谎 一说谎就妨害司法公正罪 我们台湾法官鼓励说谎 因为说谎可以有钱 红包可以收 所以这个是目前的乱象 如果整个乱象 我们像刚才上面有讲过的 孙应玄 赵耀东 李国鼎等等 人格者的为台湾做出贡献 你看他没有贪污 台湾的十大建设 在最没有钱的时候 你看创造了台湾经济的奇迹 就是人格者的一个贡献 目前的人格不多啊 但是我们希望 这一次的我们希望能够 目前最重要 社会要安定 就你看我们每一个人 教孩子 教孙子 一定要收老实啦 可是到了法庭 到了社会收谎 老实都要吃亏 所以目前最重要 希望副总统不要放掉 您88年的大修法 目前不妨把这个引进 英国美国的诚信之国 那个漏掉的 漏掉的 这个谎害司法公正罪 赶快补进来 各位记住三个月前 好有良知的认真法官 认真查真相 一个月80件 要晚上跳楼啦 现在就认真的要跳楼 不认真就当恐龙啊 当恐龙没有事啊 有钱可以收啊 所以目前整个的社会乱象 唯一的 就是要赶快落实台湾 诚信治国 告别贪污治国 好不好 目前是贪污治国啊 有钱贵贪污啊 说谎才有钱赚啊 目前这个乱象 拜托 李副总统 您这88年的大修法 真的 把它落实啦 那么让中共 我们如果这个 落实这个 比英国美国 不会冤判人民的制度 全世界到台湾的访问 我们的 判决不冤判的话 我们变成世界知名人物 来访问 中共敢开战吗 不敢啦 所以我们的power 就是民主法治 法治成功了 不落实 不落实 报告完毕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